中央电视台 最终是逆转战胜了韩国的一单城池圈 为中队在这场女团的冠军争夺战里拿到了第一分 接下来将进行第二场比赛 也是双方第一双打的争夺 中队今天的一双还是田青赵云雷 韩国队出场是张艺娜和金朝映 现在屏幕上出现的也是张艺娜 田青赵云雷昨天打日本的半决赛 他们是作为一双出场的 但是他们1比2输给了日本的组合高桥李华和宋友梅佐记 当时是决胜局 田青赵云雷一度是19比16领先 局面大好 结果没想到被日本的组合高桥李华和宋友梅佐记连追5分 最终是19比21痛失好局 那么今天在赛前的时候我们也对李永波总教练做了一个采访 李永波总教练说他会坚持用田青和赵云雷 他说有时候输一场球并不是坏事 他说我相信田青赵云雷他们都是酒精沙场的运动员 他们会呢及时的做出调整 也会呢从上一场的失利当中汲取有益的东西 他说我对我的队员还是非常信任的 历史上看的这两队组合啊有过两次的交手啊都是发生在13赛季 当时呢是13赛季的印尼公开赛 田青赵云雷21比921比11两局轻取对手 然后是13年的法国公开赛 田青赵云雷是苦战了三局 先丢了第一局 然后呢是联班两局 战胜了韩国组合张依纳和金朝映 比赛开始 这是赵云雷啊率先发球 田青 好球啊 后杀前方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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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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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켄 这是田青 找云雷放网 收掉一拍 这球田青是想杀中路 杀两根的结合步 结果这个球是线路过长 2比2 张艺娜发球 赵云雷反拍的挑球 这球是出界了 在场地的这半边是有点顺风的 加油 加油 好球 赵云雷后场的杀球 应该说中国组合田青赵云雷 他们的这种搭档 就是两个人的能力都比较均衡 赵云雷也是能前能后 田青也是能前能后 赵云雷呢 昨天呢 是对阵日本的组合高桥李华 和松永梅左记的时候呢 赵云雷的发挥呢 并不是很好 那场球呢 赵云雷呢 主动的失误 还是比较多的 应该说那场球呢 半决赛啊 田青的发挥要更为出色一些 看看今天啊 这场决赛 田青和赵云雷 能不能够把自己的状态调整的更好一点 田青杀 这个连贯就打成了 这是金赵云 不错啊 赵云雷这个球发的不好 发的偏高 结果对方呢 接发球呢 形成了推扑压 双打比赛啊 主要是看发接发 这个环节的争夺 这个球呢 我觉得赵云雷的出球呢 有一点消极 这球金赵云跟进的很快啊 上来以后还有时间做一个假动作 等在这儿 最后呢 是一个放网 赵云雷挑球 这球再次出现失误 三 二 三 四 三 四 三 四 这个球啊 赵云雷在前场 我们看跳起以后 这球没有封到 这一下反倒干扰了田青 这球跳起来以后 他本来是想做一个篮调 我们看到韩国组合 也是非常的有经验 他们发现了 这段时间赵云雷的状态不是很好 所以我们看到 韩国组合张依纳和金昭映 他们的出球 也是大多的都集中给赵云雷 李永波总教练 旁边是刘勇指导 刘勇指导原来是 打过男双 也打过毁双 他是当时是跟葛飞搭档 然后两个人曾经拿到过 世锦赛的混双冠军 成为继王腾仁和史芳靖之后 中国的又一队的 混双的世界冠军 在场上呢 就是要靠运动员自己去调整 双打比赛有时候同伴的帮助和鼓励也很重要 10比6 现在通过第一局的前半段来看 应该说韩国组合 他们更加积极更加主动 他们的速度 包括他们的连贯要更好一些 中队也是在慢慢的在找状态 特别是赵云磊 赵云磊准备发球 田青 这球准备杀追身 但是呢金交映的判断很准 这样的话11比7 韩国组合呢 暂时领先 全民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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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最小的 天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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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从他们的正手区开始 好 这就是这些 你把我给刊斗了 你多好 我只需要 他不敢 你先 好 你先 韩国组合张依纳和金昭映 他们都是在仁川读的大学 好球 拦掉 金昭映收掉一拍 哇这个球 这个多拍啊 这球情急之下呀 我们看到张依纳这一拍球没有打准 今天呢 从观众物场上来看的应该是有不少学生啊 来到了这个贵阳体育馆来观看这场女子团体最后的冠军争夺战 赵云雷 走 走 走 12比9 今早引发球 中队轮转 再杀 好的 连续的下压 连续的进攻 赵云瑞最后把这个球攻死 这球还是发的有点高 发球的质量呢比较差 最后呢 这个今早引的接发球呢 直接形成推波 所以呢发接发这个环节 刚才呢中队还是比较被动 这球呢还是中队这两个人 就是田青和赵云瑞刚才呢 在跑位上啊 有一点点的乱 有一点点的这个迟疑 这球呢田青呢以为呢 可能赵云瑞要跟他来进行轮转 总之这些 边编说 加油 田青是86年8月5日出生的 他是湖南安华人 田青的沙球也是从两个人的中路 试图来寻找机会 但这球应该是陷入过长 赵云雷是湖北宜昌人 空队的现在呢 就是一定要在发接发这个环节上呢 能够争取战区主动 然后呢能够在前半场能够拿住球 这球运气 中队呢回了一个滚网 13比16赵云雷发球 这球金赵云呢在底线呢 这是一个收掉 力量没有掌握好 这球自己出现失误 漂亮 后杀前锋 这球应该说赵云雷 看到了这个田青的沙球以后 自己呢主动拿头顶 这个连贯就打成了啊 15比16啊 希望中队呢能够一点点的能够把这个状态呢 能够找到 能够调整上来 赵云雷发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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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很好的连续进攻的态势 田青呢在后场呢来组织球 来这个组织进攻 赵云雷呢在前面呢来封网 中共呢现在把比分呢追到了17平 这个发球呢还是啊 球发的质量上呢有所欠缺 让对方张依娜这个接发球呢上来的很快 接推了一个空档 最后的轮转 叫人来号场杀球出现失误 这赵云雷呢昨天啊 同日本队的半决战 也是现在失误比较多 好球 这球也是我们看 这是赵云雷啊在前场的一个篮调 赵云雷发球 这球啊还是发的感觉有点高啊 可以看到呢就是韩国队呢 在发接发这个环节 他们的这个控制 包括他们的这个速度还是挺快的 这球的质量稍微一差 他们马上呢形成推波 就在前半场呢就占据主动了 现在是韩国组合20比18 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关键的一分 点击发球 击坏 击坏 扑 杀 哎呀可惜了 这球赵云雷 半场啊 这是一个 也是一个 再看一下啊 这一下防得非常好 快速平投对方场地的这个空档 但是最后呢 赵云雷的这个球 想做一个篮调 结果这个球呢 没有过往 这样21比19 韩国组合 张云雷纳和金昭映 先胜了第一局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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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拍的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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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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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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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说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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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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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9-6 这球 7-9 中文字幕志愿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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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2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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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架 中文字架 就是很快 好球 这球 中文字架 17-17 中文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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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2 20-12 中文字架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